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濃濃黑煙不斷從二樓窗戶竄出 消防隊出動多台消防車 抵達現場後立即搭起長梯 緩緩爬上窗台進入屋內救火 馬上電影來聽一段消防員說法 起火地點位於宜蘭羅東一家眼鏡行二樓 二十六號凌晨四點左右 屋主坦言在二樓沙發抽煙 沒將煙蒂完全熄滅就離開到廁所 不料火迅速燃燒起來 第一時間屋主緊急用了三罐礦泉水救火 但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只好報警處理 所幸消防員迅速將火勢撲滅 無人傷亡 無人傷亡 沒人傷亡